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21号中国东方航空公司MU5735这期事件今天有了新的进展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今天巡获了一部航班上的黑盒子 不过被发现的黑盒子损坏严重 暂时没有办法确定是数据记录器还是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至于外界不断揣测客机的失事原因 民航事务调查中心主任毛延峰指出 事故发生时航路上的天气适合飞行 并没有危险天气 初步排除天气因素 根据机组与空管单位的通话记录 飞机由云南省昆明市起飞之后 到突然的急降之前一直保持正常的通讯 另外今天多个中国媒体公开 据报是东航MU5735出示当时的航空交通管制录音 其中可以听到空管和附近的机组 事发时不断的接力呼叫MU5735 但是对方完全没有回应 在机者会中 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斯世英 也提供了更多事故航班的资讯 表示失事的飞机是2015年引进 机体维修按照严格的维修技术方案 飞机起飞前符合放行标准以及试航要求 同时飞机上三名飞行员持有有效飞行执照 三位飞行员的飞行执照和健康症都在有效的期间 健康状况良好飞行精力完备 符合中国民航局的要求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三名飞行员平时的表现也都非常好 家庭情况也都比较和睦 此外当天飞机失事时 航路上的天气试航并没有危险天气 关于通信 根据机组与空管单位地空通话记录 该机自云南昆明起飞 一直到航路上突然下降高度之前 机组与空管单位都保持正常的通信联系 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 在21号与广西失事坠毁 目前并没有发现生还者 不过在今天有发现一部黑盒子 还需要等待后续分析了解 是否有足以厘清事故原因的资讯 中国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 昨天晚间在吴州 举行针对空难的首场记者会 公布调查进展 但是今天传出的记者会相关消息 却受到了外界广泛的质疑 新头科综合报道 中国媒体一点财文报道 东航受到疫情的影响 2021年亏损来到了110亿元 至135亿元人民币 公司为了要减轻财政压力 将脑筋动到的飞机维修的费用上面 而财检费用的细节都清清楚楚的 记载在2021年财政报告中 东航在财报中明确指出 为了聚焦生产运行精细化 公司通过飞机减重单发滑行率提升 航路优化等等的方式来降低燃油成本 另外还有严控单位餐食 及公品费用日常支出等方式 而在中国媒体曝光这一份报告之后 中国官媒立刻出面辟谣 引述东航相关人士的回应 澄清东航2021年的维修成本 较2019年增加12% 指控一点财文的报道是在误导舆论 而相关新闻也在中国媒体陆续的遭到下架 但是再看看东航自身的财报数据 外界可能很难相信官媒所谓的辟谣 另外在昨晚的空难首场记者会中 路透社记者提出了多个问题 包括这一架波音737-800飞机的维修记录是怎么样的 近期维修方面有发现任何问题吗 飞行员的飞行小时记录是如何 事故发生的时候天气是如何 空难发生前机组有没有与空管联系 有联系的话又说了什么 飞机坠落之前飞机的基本能否完整 最后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者有被提名 中方会不会邀请他到中国协助调查 而面对这一连串的精准询问 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回答时 却只是低着头看着搞见面搞 他说到飞机当时是在凭飞行航阶段 第二个东航正全面的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目前航空运力比较充足 我们的安排检查也包括一些临时性预防性的措施 我们将严格按照民航安全管理规定 有序开展相关工作 报道指出这一则记者会的片段 引起了很大的网络争议 迅速获得超过十万次的转发 大批中国网友称赞路透社的记者 问得非常内行 并同时批评东航董事长的回应 只会照稿背书 根本是在答非所问 有网友表示 一个通稿看得出体制和管理上的层层官僚 孙水英大概是一职 因为重权在握被尊敬的围墙裹挟 在自己有限的认知中 疫情下的空难 不允许他念念通稿 就能够把新闻发布走个流程 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他走流程了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 西方多国已对俄罗斯祭出了诸多制裁 现在有消息人士在22号向路透露 美国与其盟友正评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是否该继续的留在居尔时之中 该人士称 任何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提议 可能会被印度 中国 沙特 阿拉伯等国 否决 这提议会增加这些国家 今年缺席的可能性 G7的高阶成员表示 已经讨论过俄罗斯 是否适合加入G20 如果俄罗斯在清污之后人士成员 那么G20将变成 没那么有用的组织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被问到 美国总统拜登 本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以及盟邦会面时 是否会推动将俄罗斯 逐出G20时 坦言美方认为 俄罗斯不能再和往常一样 待在国际组织与国际社会 另外一名欧盟人士则证实 目前G20的主席国为印尼 正在讨论是否要将俄罗斯 排除在将来的G20会议 以及明确地向印尼表明 如果俄罗斯出席即将召开的会议 对欧洲国家来说会是很大的问题 而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俄罗斯驻印尼大使福洛比耶瓦今天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有意要参加今年11月 由印尼主办的G20峰会 由于20国集团中的中国印度 沙特阿拉伯等国 或将会否决完全排除俄罗斯 所以部分国家今年可能会直接跳过 20国集团会议 欧乌战争爆发之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便成为了俄罗斯一带暗杀目标 综合报道 乌克兰情报单位表示 泽连斯基又躲过了一次暗杀 一支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领导的25人敢死队 在斯洛伐克边境城镇乌日霍罗德被捕 乌克兰独立新闻指出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部有一群反战人士 他们向泽连斯基的维安团队通风报信 暴露了敢死队的下落 才成功阻止这一切 乌克兰反情报机构指出 俄罗斯敢死队计划在杀害泽连斯基之后 渗透基辅政府 暗杀名单上还有其他目标 包含乌克兰总理史米加尔 以及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等等多人 本月稍早 叶尔马克就曾经向乌克兰真理报透露 总统及其家人已经躲过至少12次的暗杀 多亏非常强大的情报 以及反情报网络的努力 这些杀手都被清算 在所有暗杀行动中 据传至少两次由秦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 勇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策划与实施 该集团已经渗透了基辅 400名成员都拿到一张暗杀名单 除了泽伦斯基以外 还有总理史米加尔 内阁成员 基辅市长克里契科 等等一共有24人 在乌克兰总统多次赌过暗杀的同时 乌克兰军方和民众也在努力的为家园奋战 并传出捷报 纽约时报指出 乌克兰军人今天加强阻挠俄罗斯的入侵 再多个战线发起反攻 重新的夺回基辅外围的一座城镇 而俄军还没有办法取得优势 试图炮轰多座城市与民众 但战力首度的下降到原本军力的90%以下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评估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斗力 首度降到原本军力的90%以下 在2月24号回军入侵乌克兰之前 有超过15万名的军人集结在俄罗斯与白罗斯西部 美国官员说 这反映了俄军持续蒙受损失的状况 可能到了部队无法执行战斗任务的地步 美国国防部高阶官员说 俄军在许多阵线陷入苦战 出现类型补给线与后勤等等问题 这位官员说到 五角大厦甚至看到了一些俄军 因为冻伤而撤出的迹象 不过他不愿意透露俄方的伤亡人数 但五角大厦在上周估计 至少已经有七千名的俄军阵亡 不过乌军的防守成功消息 也引发了新的忧虑 英国国防部今天更新 有关乌克兰战争情势的最新情报 内容提到 乌克兰人民持续抗议俄罗斯军队的占领 俄方为了要让他们臣服 很可能会加大采取暴力措施的力道 中国电信巨头中心通讯 今天下午发布公告称 于美国时间3月22号收到了法院判决 裁定允许结束中心通讯缓刑期 而且不附加任何的处罚 并且确认监察官任期将会在原定的22号结束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中心A股以及港股停牌之后 在今天下午开始起复牌 综合报道指出 下午开始复牌之后 截至发稿时间 中心通讯A股直接封于涨停板 达到了25.99元人民币 钢股也一度涨超50% 最高摸至24.9港元 最大涨幅达到60% 本次的事件是中心遭到美方控告 涉嫌将美国技术非法的输送到 伊朗以及朝鲜 违反了美国禁令 2017年与美国当局协商认罪 支付和解金8.92亿美元 还遭判处5年缓刑 跨星期于2022年3月22号届满 中心发布声明指出 公司致力于打造全球一流合规的企业 坚持将合规 视为战略发展的基石与经营底线 遵守业务所在国适用的法律法规 全面开展合规体系建设 对合规管理体系的有效运作 以及持续完善充满信心 将一如既往的 履行对全球客户 员工 股东 以及合作伙伴的责任 并且积极推动全球ICT产业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澳洲5月份即将大选 中国意外成为竞选的热门话题 众所接触的是 立拼连任的澳洲总理莫里森 他的外交政策之一 就是加强跟美国英国的合作 共同来围堵中国威胁 而现在就连被认为 亲中的公投主席阿尔巴尼斯 也开始在演讲之中把矛头指向北京 综合多篇媒体报道以及评论 2月14号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推特发表一段推文 并且配上一幅漫画 直接写到相较于澳洲自由党的莫里森 澳洲工党主席阿尔巴尼斯 是澳洲更好的总理人选 不过所谓澳洲更好的总理人选 指的是对北京更好 不一定是对澳洲更好 分析指出经过北京认真仔细反复的审核 阿尔巴尼斯是一位可以让北京放心的安全的领导人 相较之下北京将莫里森形容为小丑 《环球时报》还不忘的提到 莫里森在美国压力之下 显得非常的软弱 还说人们希望在阿尔巴尼斯的领导之下 看见中澳关系的重置 《环球时报》这番露骨的表态 为澳洲选战拉开一层戏目 而就在几天之前澳洲安全局才宣布过 中国对以人试图干到澳洲大写 向新州的工党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 为了撇清自己亲中的疑云 阿尔巴尼斯3月10号在演讲之中将矛头对向北京 他提到中国在地区日益强硬的威胁 以及北京跟莫斯河的关系令人忧心 他抨击中国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还批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独裁主义十分威胁 他甚至表示工党在涉及中国已经安全优先事项时 展现出澳洲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立场 很明显的阿尔巴尼斯的表态让北京非常难堪 分析指出阿尔巴尼斯的表态除了不想让自己赎给莫尼森之外 尽管在3月出入的民调之中 工党支持度有55% 远远高于莫尼森政府的45% 但是莫尼森一直以来对国安议题立场非常强硬 并且更加坚定的把自己定位在对抗尝试中国的最新堡垒 并且还大肆抨击对手是中国候选人 分析认为阿尔巴尼斯的表态也跟韩国大选结果有关 韩国3月10号大选结果出炉 在野党的国民对让党引习岳入主清化台 这位政治素人被称为韩国版的川普 主张重建韩美关系 并且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包含扩大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非常明显的抗中已经成为区域国家的主调 不过雪梨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柯林森认为 目前澳洲两党都支持将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2%以上 对于一旦中国采取霸凌或是胁迫 有必要立刻给予反击 目前两党都有共识 因此不管最后哪一党胜出 澳洲对中国政策都将跟以往不同 印度总理莫迪跟澳洲总理莫尼森举行视讯峰会 莫迪在公开支持的时候 依旧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情 不过印度外交部官员表示 澳洲对于印度的立场表示理解 综合媒体报导 这是莫迪跟莫尼森第二次举行峰会 两国先前在2020年6月4号 举行过第一次的峰会 当时把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的层级 根据莫迪官方脸书的直播影片 莫迪在公开致辞的时候 赞扬印度跟澳洲 在私方安全对话框架之下良好的合作 并且调教这样的合作反映出 两国对维持印太地区 自由开放聚包荣幸的承诺 此外莫迪也感谢澳洲归还29件 早先被走私或是被偷到出境的 百年印度文物 包含雕像以及画作 辛德里一直在敦促西方政府跟美术馆 查证并且归还印度遭到窃取的遗产遗物 并且已经有数百件在海外搜集到的文物 被送回印度 澳洲归还的文物之中 有13件跟纽约艺术交易商卡普尔有关 卡普尔是美国联邦隐藏的 神像行动之中主要调查的对象 他在2011年被捕目前遭到关押以等待审判 不过他否认所有指控 这次的会谈之中 澳洲跟印度还正式宣布了一系列的协议 包含1790万澳币的相关计划 一项合作开发关于矿场的协议 以及3570万澳币开发绿色钢铁的协议 同时澳洲跟印度就贸易及安全问题达成的协议包含 两国国防军人员制定的年轻军官交流计划 在海洋问题上面加强合作 以及印度在澳洲部署一架海上巡逻机 不过莫尼森在会后表示 今天的会谈是在令人非常痛苦的欧洲战争背景之下 这事情战争绝对不能发生在我们自己地区 悲惨的生命损失 也凸显要俄罗斯负责的重要性 但是莫迪在会后评论之中 并没有谈到相关的战争问题 最了解美国、印度、澳洲跟日本 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 不过印度是里面唯一没有谴责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国家 最了解也在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之中 印度外交部官员表示 莫尼森谅解印度的立场 两个人在峰会之中 有提到必须尽快结束乌克兰战火 澳洲日前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由 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禁止所有氧化铝跟铝铁矿出口到俄罗斯 全球第二大铝生产业者 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的生产作业受到重击 21号开盘铝家跳涨 对全国供应再构成新的威胁 恐怕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综合媒体报导 澳洲政府日前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 目前已经禁止向俄罗斯出口氧化铝以及铝矿 氧化铝是制造铝的关键成分 俄罗斯有20%的氧化铝从澳洲进口 澳洲政府这个举动将限制俄罗斯生产铝制品的能力 特别是铝制品是俄罗斯重要出口的产品 澳洲总理莫尼森表示 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 澳洲已经对当地个体跟机构实行746次的制裁 澳洲矿业巨头利托集团早在本月10号就宣布 终止所有跟俄罗斯企业的商业合作 并且表示正在评估跟全球第三大铝生产业者 俄铝的合作 俄铝是俄罗斯唯一的电解铝生产企业 利托手上握有昆士兰氧化铝公司8成的股份 而该公司跟俄铝合资企业 去年俄铝在俄罗斯的氧化铝工厂产量紧占期 也炼厂需求的37% 其他氧化铝均需依靠进口 俄铝表示已经注意到澳洲政府净铝出口的消息 公司目前正在就相关事件的影响进行评估 将在需要或是有必要完成进一步评估之后 另行发布通告 俄铝的主要出口市场包含土耳其 中国大陆以及日本 而铝的生产困难也将造成铝价的上涨 并且使得全球经济的通膨压力进一步加大 澳洲是全球矿业大国 2021年铝土矿氧化铝基率出口总额为137.5亿澳币 21号上午伦敦金属交易所里面 期列连续第四天跌停的同时 铝价全天上涨4.1% 到每吨3518美金 盘中一度上涨5.7% 触及3,574美金 为3月9号以来的最高 而氧化铝的出口禁令也直接打击了额铝 在香港市场开盘时一度下跌5.9% 澳洲通讯跟媒体局日前要求 脸书跟IG等企业 推特、Google等全球科技大厂 提供各公司是如何处理错误讯息、假消息等内部数据 澳洲将是澳洲政府打击大型科技公司的最新举措 也跟未来与假消息相关的立法立下基础 综合媒体报导 澳洲政府21号公布 为了减少澳洲经历假消息跟错误讯息的传播 澳洲政府近期打算制定新的法规 对抗网络之中的假新闻 澳洲通讯跟媒体局可以再不愿配合此规定的平台 执行网络产业的准则 寻找减少传播错误讯息的解决方式 严厉之中的法律是针对澳洲通讯跟媒体局先前发布的报告做出回应 当时报告之中发现 有五分之四的成年人曾经收到跟新冠疫情有关的假消息 有76%的受访者认为 网络平台应该采取更多措施 减少网络上不时的资讯跟误导性的内容 澳洲通讯部长弗莱策在声明之中表示 数位平台必须有网络上的内容做负责 并且在有害误导性内容出现的时候采取行动 报告指出澳洲最有可能在脸书、推特等大型平台看到错误消息 而散布相关消息的团体经常会在推动用户 加入规模较小、审查较宽松的平台 澳洲通讯跟媒体局表示 如果平台拒绝产业设定的内容规范 可能会为澳洲社区带来更高的风险 而代表脸书、Google、推特跟影音平台TikTok的澳洲产业机构表示 他们支持这些相关的提案 并且表示该机构已经建立一套系统 用于处理用户对不实资讯的相关投诉 澳洲国防部长达顿今天宣布 澳洲成立太空司令部 他表示中国跟俄罗斯的胁迫以及好战行为 代表着澳洲需要拥有抵御这种行为的军事实力 而早在去年澳洲政府就传出 正在组建一个新的太空部门 其中成员包含来自陆海空三军的军官 目的在于防止卫星遭到攻击 《纵海媒体》报导 达顿在坎培拉的航空跟航天会议之中表示 在21世纪太空无疑成为一个具有更大军事意义的领域 这时要成为一个用来阻止侵略的领域 而非新的冲突领域 澳洲国防太空司令部成立的目的 在于发展太空军事能力以保护卫星等情报 监视侦察设施 而这也代表澳洲可能会防哨美国 成立一支太空部队 不过规模会相对较少 澳洲太空司令部将跟澳洲航天局 行业合作伙伴 以及其他研究科学机构密切合作 达顿认为通过发展澳洲主权空间的能力 不仅可以将变得更加自立更深 也将可以通过能力整合 成为更好的盟友以及合作伙伴 而最重要的一点是 澳洲跟美国正在加强两国联盟 支持澳洲在太空领域的共同目标 此外达顿在演讲之中也提及 中国跟俄罗斯的威胁跟战破行为 并且表示需要用硬实力 来抵御跟阻止这样的行为 他还表示 随着中国跟俄罗斯等国家 开发出时速超过6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 目前太空正变得更加拥挤 一些国家开始将太空视为自己的地盘 因此对于任何国家而言 失去太空领域都会产生重大的民事跟知识后果 早在去年5月就有消息指出 澳洲皇家空军 将主导成立澳洲太空司令部 预计在2022年初期就会在坎培拉成立 并且在未来10年之内陆续投资大概70亿美金 不过当时空军负责人休普·菲尔德表示 这并不代表澳洲国防部鼓励太空军事化 所有太空计划都会依照国际跟国内的法规来进行 而澳洲影子内阁查莫斯也表示 澳洲工党将会支援这笔费用 澳洲需要这样的国防能力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 PayPal链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